我們辛辛苦苦出來打拼生意 我房子是租的 所以房子是租的 不可以出來做生意嗎 請問你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難道我們租房子不能做生意嗎 昨天晚上我問的明明就是 請問你說這些話 你要不要跟健身界道歉 跟你有多少錢 房子是不是租的 請問有關嗎 我覺得你就是台灣版的傑尼貴 你一直說三個月 我沒有說三個月你會倒 啊你有 你認為我有這個意思 我講好笑一點 就算有這個意思 那又怎麼樣 啊你有錢 有錢就僱拔 有錢你家的事情 有錢你跟台灣開 有錢你也是把我們吃毛錢 收到拼拼叫啊 你要不要道歉 你不會道歉吧 你沒有賺到錢你就要告人家 所以你說健身業界大家都賣去 那就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意 所以你要賺錢我們不用賺錢 你要吃飯我們不用吃飯 我們吃土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不要拿傑尼貴那套對我 我也不是阿辣阿 我是陣陣召召台灣人 喔出道比你早 叫聲前輩來聽聽 不要生氣喔 好好顧好身體喔 以前的我的確很像他 年輕氣盛 講話呢 只為了效果 腦袋太衝動 看到廖老大 彷彿看到以前自己阿館的影子 有幾分啦 我以前也大頭正的 正常 我以為我很紅 我以為我很棒 後來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越做越久 觀察網路生態越久 我真的覺得做人 真的還是要 懂得去反省 懂得去改變自己 懂得去進步 懂得讓社會 越來越接受我們 我當初真的很像 但是也沒那麼扯啦 我在這邊 跟所有的觀眾群 如果當初我真的是這樣 館長來跟大家致個歉 我講白一點 今天你中午的這個回應就是 問東答西 問西答東 不敢面對 沒有勇氣 知錯不改 那您今天呢 你在直播當中一直說 我為什麼要一直提你 所以你提我是可以的 啊我提你不行 屁 你不是老大 啊不是你有你會屁啦 我也很會屁啊 屁 屁 常常在教 這些年輕人 要怎麼創業 怎麼賺錢 人生大道理 這麼會講 原來今天人家挺你了 喔你就XX人家老母 你到底是要做螺魔 還是要當老闆啊 我們辛辛苦苦出來打拼生意 我房子是租的 所以 房子是租的 不可以出來做生意嗎 光是這30秒的論述 請問你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租店面的人不是人嗎 那你的加盟店不是租的嗎 你的加盟店 120千全部用買的 是不是 就算用買的又如何 難道我們租房子 不能做生意嗎 你 你說這句話 他真的很沒有水準 昨天晚上我問的明明就是 請問你說這句話 你要不要跟健身界道歉 跟 你有多少錢 房子是不是租的 請問有關嗎 我覺得你就是 台灣版的傑尼龜 傑尼龜當初跟你 之前你的影片打龜的時候 你也說他不敢面對嘛 那我現在講白一點啊 你除了有錢之外 如果要講道理 你也不敢面對啊 你也就是台灣版的傑尼龜嘛 他的前後吻已經構成了 妨礙名譽 這樣 這樣 如果我館長今天這樣啦 我講一個誰的名字 這樣 我就中了 我的律師也說這穩重的啦 你說我們的店跟你怎麼樣 請 今天沒有人要跟你的店比 哦 你一直說三個月 我沒有說三個月你會倒 啊你有 你認為我有這個意思 我講好笑一點 就算有這個意思 那又怎麼樣 哈哈哈哈 啊你有錢 有錢就要負責 有錢你家的事啊 有錢你跟電影開 有錢你也是跟我們 加盲金收到拚拚叫啊 只要在台灣 電數超過三百月 稍微大一點的大型健身風薪 全部都要做 旅月保證 如果沒有做旅月保證 如果你說好一講 也不願意幫你做擔保 沒有錢放進去 我們都有放 才可以 營業 不然 半年積合一次 如果不旅月保證 將會 直接哦 叫你停止營業 暫停你的牌 然後斷水斷電 不給你國稅局的發票 那今天這個你講錯了吧 你要不要道歉 你不會道歉吧 你沒有賺到錢 你就要告人家 所以你說健身業界 大家都賣掉 那就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意 所以你要賺錢 我們不用賺錢 你要吃飯 我們不用吃飯 我們吃土 這是神邏輯耶 尊重 兩個字會不會寫 行業別會不會寫 你今天先不尊重健身業 你憑什麼要求我尊重你呢 你不尊重別人 人家不尊重你 剛好而已 不要把錢掛在嘴巴上面 錢呢大家都有 多跟少而已 今天沒有跟你伸手 要一頓飯吃 也沒有跟你張嘴 今天我們兩不相欠 你有多少錢 是你家的事情 跟我什麼事啊 你會給我錢嗎 還是我有說過你的恩德 你跟人家講道理的時候 為什麼不按照講道理 為什麼都要說錢 錢 錢呢 我自自都是道理嘛 錢錢錢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不要拿錢 你會累套對我 我也不是阿辣啊 我是真正照照台灣人 出道比你早 叫聲前輩來聽聽 不要生氣喔 好好顧好身體喔 來日方長 來日方長了